来到日本的知名角色扮演模特尔 昵称叫五十之马 上个星期六来台湾 他参加动漫季来促销个人的写真光碟 但没想到原本其实好好穿着水手服 他看见人潮一涌进来 马上就把下半身的裙子脱掉了 只剩下小内裤 让不少民众进场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主办单位也把他驱逐出场 各位 我鞋子站上走到二镜空 请进来我楼梯上站上去 动漫季上周六登场 现场cosplay装扮 角色一早就大台长龙入场 不过展场中来自日本的知名模特尔 五十之马 原本穿水手服 没想到活动到一半 就把下半身裙子脱掉 秀出身材 穿着泰清凉 让主办单位把他赶出现场 他们穿的那样 可能是符合日本的规定 但是其实在台湾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下午就离场了 第二天就没有来 动漫季穿着泰清凉实在有爱观瞻 只是来自日本的模特尔 昵称五十之马 身高160公分 2006年出道 就出过十多本写真DVD 但不露点的照片声明大噪 曾经来台湾取景 甚至穿得太过清凉 在书店还有槟榔摊 故宫前拍清凉照 让路人都不敢正眼看 动漫季人潮涌进太多 不少民众也目睹五十之马的穿着 只是这一次在台湾的动漫季上 促销个人写真光碟 斗胆一秀身材 引来不少民众观看 却也让民众联想 难道角色扮演的动漫季 要和秦瑟画上等号吗 终于新闻前面 我是台北 电视报道